各位來賓,第十三架基本法多面體全港大專心辯論賽即將開始 請雙方辯論員上台就座 評判,各位來賓,各位同行五安 歡迎大家參加由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主辦和副社會企業和副聯奏網絡 基本法青年大使聯盟IDA協辦 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以及基本法推廣督道委員會贊助 在比賽開始之前請各位先關掉手來電話或者將電話轉為正音模式 謝謝各位 今天的比賽變題是港府應推行逆案揭計劃 比賽對五為正方便聲碎,反方香港大學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今天的評判 他們分別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賴慶芳教授 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助理教授賴慶良師博士 資深記者兼法樂辯論作者王傑維小姐 以下下來是對賽雙方名單 正方便聲碎,主便時卓 一副黃依琦 二副許俊傑 結辯周家欣 反方香港大學,主辯廖東儀 一副曾海鋒 二副黎宇晴 結辯黃遠詠 接下來是比賽規則 比賽進行時嚴禁台上辯論員與台下隊員 以文字、圖片或語言進行任何方式的溝通 為者可以被取消資格 一切發言均語、粵語進行為人名和書名可以使用外語 禁何台上或台下發言不得作人身攻擊或誹謗 各辯論員需於計時員名中之後才可以開始發言 各辯論員發言時間 完結前一分鐘 計時員將名中一次 二是發言時間即將結束 在發言時間結束的時候 計時員會連續按鐘兩下 時二辯論員需盡快總結期演設 在發言時間結束之後15秒過後 即是第16秒 計時員會連續按鐘數下 而該辯論員將會被扣分 扣分制如下發言時間 終止15秒過後 每過5秒 每位評判將於該辯論員所得分數扣除5分 如此類推 不足5秒者亦當5秒計 請問雙方對蔡規有沒有疑問 接著是視頻環節 視頻的先後次序 將案出場次序 有請正方主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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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很多謝大會 今天提供一個這麼好的場地 給大家上演這場辯論比賽 多謝三位評判 白亡之中秋空出席 多謝在座各位秋空來臨 欣賞今次的比賽 多謝友邦同學 就說我們今天較量的對手 其實想說 或者上次沒有 因為上一場沒機會說 但是今次也想說 其實我是很喜歡我的團隊的 有很多原因 很多人都是在中學的時候 聽過你的名字 見過你的樣子 但沒有機會同一隊 但可以在今次的這個公開組隊裡面 拆出火花 都覺得非常之開心 還有今天我出門口的時候 就問我 你是不是去打辯論 是不是打得很開心那些 對 很開心那些 就是不睡覺都很想打那些 希望大家 我們打得開心之餘 還有各位都看得開心 謝謝各位 有請反方主辯 你們好 首先代表香港大學語言辯論隊 多謝三位評判周空出席擔任評分的工作 賽會為我們安排一個這麼舒適的比賽場地 以及同一位同學 一起設初辯論 其實一直以來 自己在港大越辯隊 都覺得其實港大越辯隊 不是說一支很 這麼雲雲的 隊伍當中最出色的一支 因為我們沒有一些很升級的辯論 也未必有一些很 陣容鼎盛的教練團 我們只有九個人而已 而且我們可以看我們台下 今天只有兩位台下的辯論 和我們四位只有六個人而已 其實一路變完已經是少的了 而且是過去這段日子 因為他們要去外國交流 又或者要去做人口補查的訓練 令他們每一場比賽都很不容易 先過完一關又一關 其實很希望 其實今場如果不知道評判知不知 如果我們今場很不肯 落敗了的話 在基本的舞台上 就不能再和大家見面了 雖然我們今天人是少些 但人少就不代表我們士氣會輸 所以很希望在未來的日子 以港大月面有九個人齊齊整整 再在基本的舞台上和大家見面 多謝各位 有請正方一虎 好 士咪 士咪 大家好 首先我方希望作出一些澄清 我相信今天對賽雙方 無論哪一隊真是不幸落敗 都可能沒有機會在機械的舞台上 再為大家表演 所以我相信雙方 都對這場比賽非常認真 大家都會努力 希望為大家 呈現一場最好的比賽 其實我覺得 有方同學 剛才說到這個升級辯論員 我認為其實雙方 無論是台上台下 都已經是升級辯論員 為甚麼呢 能夠踏上這個舞台 能夠用一個勇氣 一起去辯論 一起去預備 這一種已經是一個升級辯論員 需要有的條件 最後我也很感謝我方 這麼多位同學 因為我覺得我們也挺有緣分 台上有一些是我小學 中學 以至大學的師兄師姐 這種緣分 就是帶到我們這麼多間學校 不同的辯論員一起 希望大家都會享受這場比賽 多謝各位 有請返方一副 C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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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判、主席、有方同學、同學 各位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C米的環節 我還記得我以前打辯論的時候 會不明白為甚麼要有C米的環節 覺得打辯論米 不如一開始就落場打 要C米說一些無關動用 或者說一些生活經驗的東西 但久而久之就會發覺 其實C米的環節也有勇處 可能真的有些感受想說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原來C米的環節 有一個很特別的技巧 是需要做到 就是當你說這些事的時候 其實你在建立一個辯論 和Easy米的關係 為甚麼這麼說呢 我記得有一次打比賽 就是C米做得功夫不足 結果呢 教米最後怎樣呢 教子米在頭頂 打出來的效果相當之差 有個前輩衝過來跟我說 你知不知道這個辯論員的基本功 除了私別技巧之外 還有些甚麼東西 跟C米的關係 都是個辯論員的基本功 因為在辯論場上 他跟我說 你要當C米是你的情人一樣 要好好地對待它 因為在比賽場上 你會經常跟C米有很多交流 所以最後最後 如果大家在現實生活中 經常跟你的情人 很真實地說 我愛你心的字的話 各位辯論員在辯論上面 記住都要真誠地跟你的咪說 試咪 試咪 多謝各位 有請正方二虎 好 試咪 試咪 大家好 其實呢 今天這場比賽 自己是很緊張的 可能如果 再有些人會看球 看球可能都知道 有主場和作客之分 一般作客的球隊去到主場的時候 都會特別害怕 士氣會特別低落 特別擔心自己的表現 情況就像我今天這樣 為什麼呢 話說今天我們對賽的學校 是香港大學 而我方 除了我之外 其餘三位辯論員 包括我們台下的那麼多辯論員 其實都是香港大學的同學 再次就只有我一個 不是港大的成員 我是來自中大的 希望今天 除了可以為大家打出水盡之外 也都可以在那麼多的港大同學當中 可以帶來少少不同的辯論的感覺給大家 多謝各位 有請范方二虎 各位你們好 其實大家看辯論 很多時候都會聽到有掌聲聲的 那或者呢 我等范方的台下面的辯論 大家看一下我們有幾多的掌聲 麻煩拍一拍手給你們看一下 范方的有分行 大家看到呢 雖然我方只有兩個辯論員在台下 看上去好像很小聲 我不是很聽到 但其實他們每一下都心心惡忍於我心中 其實我覺得人數不重要 掌聲大聲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一幫我心愛著的隊員 拍手支持我們 所以希望今天我們可以攜手 和一幫我心愛著的隊員 一起打一場開心的辯論 而在座各位都可以看到一場 常心願目開開心心的辯論 多謝各位 有請范方見面 有請范方見面 不知大專辯論員的身份 是會帶來麻煩的 不知其他辯論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通常爹地媽媽吵架 吵到差不多 爹地媽媽說不過 就會說 你懂得打辯論好聰明嗎 爹爺我有什麼用 然後呢 作為一個辯論 職業病就很想反駁 但又想想 聖所謂家和萬師兄 吵完之後 自己可能一下子 就被人減零用錢 要不就不能去街 都是不要出聲 所以呢 結論就是 始終工作和人生是要分開 退一步或者是更好的相處之道 多謝各位 有請正方見面 各位大家好 剛才我們在柔屈城開會的時候 我們就經過電影院了 我就見到近來有套戲 是關於企鵝的 如果從辯論開始呢 不如大家都可以動腦筋去想一個IQ題 一隻企鵝 我們看到他們的肚子通常是白色的 大家有沒有想過是為什麼呢 其實 其實原因很簡單的 因為企鵝的手很短 於是他們抹的時候 就只可以抹到肚子 所以只有肚子是白色的 希望這個小小的IQ題 可以為大家帶來一點開心 一陣子的辯論呢 亦都是較為開心 多謝各位 比賽正式開始 首先有請正方主辯 準備好請向計時議 市民市民 主席評判有科同學在座各位 眾所周知香港寸金赤土 活在獅子山下的老一輩 會艱辛努力一世 終於供完幾十年的安揭 獲得一個安身之所 然而香港工商Jerry聯會指出 其實超過九成這些擁有自住物業的長者 都是沒有固定收入 也是所謂資產富裕收入行佛的一族 更甚的是 他們既然擁有物業 就不再符合資格申請縱援 或者高齡津貼 所有的支出就要靠石果僅存的積蓄 或者每月一千元的生果金兩個來源應付 否則便變賣物業 喪失居所 晚年的生活令人憂心 有見及此 香港政府通過外匯基金 全資擁有的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推出安勞按揭計劃 有名逆按揭計劃 計劃及康勞政策必須贏兩大特點 包括第一 實踐老有所養的安勞服務理念 受收入率下降的影響 香港工商主義聯會估計 去到2036年 獨居老人的數目 將會由現時的12萬激增至26萬 而正如我先前所說 當中的大部分老人家 都是沒有收入的人士 沒有子女供養也沒有固定收入 逆按揭計劃 正正針對這一班 擁有自住物業的60歲以上長者 他們可以選擇透過逆按揭計劃 將自住物業抵押給銀行 而銀行則根據物業的估值 申請人的年齡 以及物業抵押的年期 每個月向申請人發放定期的現金 解決他們生活所需之餘 亦都可以他們不會剝削他們 繼續居留在物業的權利 真正做到老有所依 而有關實際借賦人會月 可以收取的金額 以及保障長者免受蒙騙的配套措施 將會交由我方一副再作展述 計劃與傳統銀行貸款最大的分別 是在於借貸過程之中涉及抵押品 長者借的錢不需要即時歸還 而是留待長者永久離開物業 一般即是長者過了生之後 銀行收回抵押物業 填補長者的貸款 當然如果物業的收益 是多於需要償還的貸款的話 銀行將會將餘數傳數 交給長者的遺產繼承 然而當物業變賣的價格 因為種種熱理由 而不足以還款的話 長者或其家人 都不需要負上任何責任 因為岸戒證券公司將會向銀行支付不足之數 而這個不追討保證 就奠定了香港推行的逆岸戒計劃 是不屬投資產性產品的重要基礎 香港岸戒證券公司 在2010年11月訪問了1,005位長者 調查發現近四分一的長者 已經有興趣申請安勞岸戒計劃 可見本港長者對安勞岸戒的需求是多大 而第二大優勢就是能夠減低政府應付 人口路化問題的財政壓力 人口路化問題迫在未切 而我方倡議的液案業計劃中 長者所得的定期收入 是銀行以借貸的形式發放 外業證券公司只是擔當抵押物業價值 不足以還款的時候的包底工作 這一點是跟傳統直接發放現金的福利措施 有著根本性的分別 事實上 液案協計劃已經是世界各地安勞政策的大勢所趨 有方同學要反對今天的辯題 必須舉出一個凌駕於長者權利 以及公共財政的理由 否則今天的辯題是絕對你答應了 多謝各位 請方主編所有時間為3分51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下來有請反方主編 準備好請向計時原時宜 師妹 師妹 請問 請問 有方同學4分的開篇 原來有方同學練中緩的制度 甚麼都搞不清 根據社會福利署的網頁告訴我們 中緩自住物業是不會計算入資產的審查 換言之 如果長者的資產是低的話 依然可以申請中緩 其實有方同學都知道 要這個計劃成功推行 一定要政府的無限包底 那其實便是否要政府 白白利用公帑出資 為銀行無限包底 補兼他們做一門必責的生意 但今天為何政府會有責任 會有一個理據 在這裏幫這班銀行呢 有方同學又說 其實是可以幫到政府 輸入財政的負擔 但我們根據 美國房屋及城市發展局指出 美國在推行這個疫案揭 每年需要花費港幣60億元 請問錢限在哪裏呢 其實說到底 今天有方同學 只不過是想幫公公和婆 有層樓 不用走 還有幾千元在手 但其實買股票 買基金 這些財務安排 同樣都可以令到公公和婆 多筆收入 那政府又是否為這些財務工具 都應該要無限包底呢 說到底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 都只不過是 涉案揭 作為一個給公公婆 拿多筆錢的選擇 但今天這樣 是不足以可以領論證到辯題 我們今天審視這個辯題 是要看看 涉案是否真的一個全面 而且有效的安老政策 才可以確保政府 是否為這個計劃包底 然而今天 涉案不能夠符合以上的原則 背後也有兩個原因 第一 老人資產打五折 參加涉案 注定蝕 新聯銀行行政總裁吳志威都表示 銀行在推行涉案揭 是會面對著種種的風險 例如長者被預期中長壽 資產在20年之後可能會大幅貶值 銀行到時拿著層樓 又未必賣得出 迫於無奈之下 唯有將利率大幅調升 但結果是 一百萬的資產總值 最後只會蒸發超過一半 拿回的只有四十三萬 班公公婆可變相賤賣資產 不單止這樣 班老人家還要每個月 比比四百元的補費 一千元的手續費 每折三百元的輔導費 還未計首次登記費 申請費 律師費等等的責費 年金更加不會跟通脹掛勾 在七除八扣之下 對於長者來說 是否還是一個可以安老的選擇 其實有方和我都知道 班老人家日不夫之 三餐都成問題 要面對這些開支 還要看著自己的資產被蒸發 是否真是一個好的選擇 是否真的可以令到他們受惠 第二 政府責任要離證 受眾對象要分明 其實社福政策的宗旨 一直是要協助市民 獲得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看計劃的受眾 有部分的長者可能缺少現金 但住在一棟價值很高的樓宇 究竟是否這個社福政策 最應該幫助的受眾呢 即使部分的長者 的而且確是面對著現金樓不足的情況 而樓宇價值又低 其實是可以透過現有的縱緩制度 去解決他們的嚴微資金 而不是透過易按鐵 這個以樓換錢 要幫老人家放棄他們窮盡一生 辛辛苦苦才能換回來的一層樓 社會福利政策 利益是按照市民的實際需要 無條件地發放 握助給真正有需要的人士 但從何時開始 政府為了減輕財政負擔 就可以將這個責任推卸給長者 要他們放棄資產 才可以得到握助呢 但面對人口老化 政府必然要放多些資源 在安老方面 推完線現有的制度 最後想問問有方同學 究竟今天這個疫案 是一個安老的社福政策 還是一個理財安排呢 謝謝各位 反方處變所有時間為4分09秒 沒有過時 無需求分 接著有請政方一副 準備好請向計時用示意 試米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一出來 我們有兩個搞不清 第一說原來 中環這一班人 如果有自住的物業 都可以繼續生靈中環 我想問一下在座各位 今天自住的物業 代不代表業權 一定是我自己買的呢 可能我的家長買了 或者我的子女買了這棟樓給我的時候 這些人 他這一棟的物業 其實都不是 當他住在這個物業的時候 他仍然是不可以申請縱援的 就如社聯08年的報告指出 這一班長者 當他有這個自住的物業 他擁有這個業權的時候 這些是要計落自己的入息審查 因此社聯就指出 這班長者是不能夠可以獲取縱援 結果就墮入了一個晚年非常淒涼的情況 有方同學第二就跟我們說 受眾對象要分明 今天就分不清 究竟今天分不清在哪裏呢 有方同學首先跟我們說 原來美國就做得很差 但是我們看回美國 現時在聯邦政府發出的報告就表示 由1998年至1998年之間 十年裏面 當中只有百分之一的 這班液案揭的申請者 是要由這個政府去包底的 我想問一下有方同學 今天跟我們說 美國用60億 美國的人口和香港的人口 差多少倍呢 這個60億 通用到來香港 又會變了多少億 不如有方同學正面回答吧 有方同學 今天一直跟我們說 這班老人家很慘 這個資產被蒸發 又跟我們用一些一次性的開支 例如申請費 講到很複雜 告訴大家每個月都要交申請費 每個月都要怎樣怎樣 聽到大家都覺得 嘩好像欺騙一些 阿婆錢 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呢 根據這個案件證券公司 將來會負責這個計劃公司 發出的一個指印 他就表示 如果一個老人家 他有一個 一百萬的單位 當他申請了之後 如果他以終身的計劃 也就是一年一世 他每個月都有錢的話 他至少可以獲得 一千八百元一個月 我想問一下有方來的一千八百元 為何不是為他們現在 只得到一千元生果金 來得更好呢 在座各位相信大家有工作 都很努力地 希望將來買了一棟樓 可以不斷地在那裡住 可以有一個豐厚的收入 但很可惜 有很多長者 面臨的就是有樓住 但是沒有收入 沒有子女供養 現在夏天買部冷氣又沒有錢 有病想去看鐵打 又要省省賣賣 甚至社聯指出有很多這些長者 竟然要淪落到十方 要去撿紙皮 撿汽水罐 這個是不是我們於心何因 是不是大家都希望見到 我們一班長者 一生工作換來的結果呢 相比之下 當他們有了疫案揭這個方案的時候 他們不單止可以繼續留在這間房子 更加可以每個月獲取穩定的現金 我想請問有方同學 1800元和1000元的生果金 來得更加好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一副所用時間為3分07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接著有請反方一副 準備好請向計事院時議 試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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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判主席右方同學 各位大家好 今天右方同學的立場呢 三句講完 你死了動樓帶不下棺材 穩逆按揭 人口老化政府是要省錢的 穩逆按揭 政府無限包底 不要緊的 穩逆按揭 今天右方同學又開辯了一副多 但是大家看看 今天由政府推行政案件 是不是真的如右方同學說到更完美 右方同學不斷搞錯一點 跟我們說什麼呢 老人家有樓的話拿不到縱援 麻煩右方同學看清楚社會福利署網頁 甚至乎張建忠國長2008年3月 在立法會第13題裡面的書面答辯 說得很清楚的 老人家有置存物業的話 有棟樓的話 都可以拿到縱援 縱援平均今晚還可以去到4000多元 還多個案件17800元 麻煩右方同學搞清楚 今天右方同學一開面跟我們說什麼呢 易按揭可以幫香港省到錢 然後右方同學質疑我們說 美國60億 但是有沒有看出背後的原因 留意清楚 今天沒有創美國60億 他可能幫1%或1成等人包底 但是搞清楚 今天為什麼美國可以包底包少些 人家易按揭收和樓回來 是在收入獨立屋 那個銀行可以賣一塊地皮出去 香港收易按揭收的是什麼呢 收個單位回來 試問大家如果收到美孚新村A座 38號單位的話 你賣一賣出去 那個機會 將一個獨立屋的地皮 差多遠呢 有方同學跟我說 今天香港省到錢 麻煩有方同學列舉數據 清楚列明香港限制按揭之下 究竟省到多少錢 同時可以避免多少包底造成的額外支出 麻煩有方同學論證 不要跟我空談例子 第二 有方同學跟我們說些什麼呢 今天有方同學跟我退了一個地步 再跟我說 今天易按揭其實只是一個老人家的選擇 各位 如果易按揭作為銀行財務產品 是私人市場銷售 我方覺得沒有問題 但今天易按揭作為一個安老社福政策 由政府包底推動 我方覺得漫漫不可 如果公公婆婆是自願在私人市場之下 參與議案 自願承受結果的話 我方尊重 在銀行私人銷售之下 收取各項保費的話 我方控制不到 但如果 原來今天是要政府帶頭包底 幫銀行做一項必賺的生意 甚至乎要引導公公婆婆 犧牲自己過半資產價值 換取微薄的生活費 還要包裝成一項全面的安老社會政策 這個是政府角色所在 做了個位 回顧每一項的社福政策 我們說的是一種無償社會福利 符合要求 即可發放 但今天有方同學 傾力推銷的議案計劃是怎樣呢 不好意思 公公婆婆 先將你的物業估值打一半 百分之五十 再加上明目凡多的集費 律師法申請費 最後才會拿到 有方同學只會說 一千八百元每個月 相比縱緩的錢還要少 真是想問有方同學 從何時開始 社會福利 竟然是一個受眾 先行犧牲自己的資產 才會獲得這項社會福利 麻煩有方同學給我們解釋清楚 其實看到有方同學的邏輯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 今天如果一個老人家 看到一個基金股票 可以幫助自己賺好錢的時候 是不是就要政府注資 一個基金股票幫他包底呢 多謝各位 反方一副所有時間為 三分十一秒 沒有過事 無需求分 接著有請正方二副 準備好請向計事員示意 試咪試咪 試咪試咪 再來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學說 我們今天原來支持現題 只不過是為了一班老人家 這麼簡單 如果有方同學覺得 整件事是自願性的話 基本上所有東西都是沒問題的 再來各位 有方同學說 今天這個政策 是一個新的政策 是一個交給老人家 多一個選擇的政策 從來政府只不過是推廣 易按揭這個產品 而不是逼任何老人家去參加 所有東西學有方同學說 他願意給的 他就給 他願意拿他層樓 來做抵押參與易按揭的 他就做 所有東西學有方同學說 都是自願性 第二件事就是講到包底的問題 有方同學 剛才我方一副問了你們的問題 有方同學沒有跟我們計過 當美國有這麼多人口的時候 他做了這麼多年易按揭 由1981年一路做到今時今日 已經有二十年了 已經有三十年了 為什麼今日美國可以 只有一個百分比的易按揭合約 是需要由政府包底的呢 就算我給你打個折 香港樓宇的價值 未必好像美國那麼穩定都好 為什麼有方同學就覺得 政府這些叫做無限包底呢 有方同學你跟我計一計 而當美國包了這麼多地 都只不過是學有方同學 60億港元的時候 你跟我計七百萬人口 跟美國那一邊的人口相比 還不只是計老人 這個人口的差距 導致到我們最後出來的數 香港政府到底要包多少錢呢 香港政府是不是這些錢 不可以為了老人家生活好些 而擺出來呢 各位這個值得有方同學好好地想一下 更重要的是 我們今天不是學有方同學說的 推行一個私人市場的金融產品 學有方同學說的 這個的確是一個安老政策 長遠改變的一個重要部分 為什麼呢 我方主編的時候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根據在世界銀行2008年9月的 老年福利政策概念欄本裡面提過 五個支柱去保障未來老人家的生活 去應付現在世界各國人口老化的問題 而當中其中一個支柱 就是如何將社會上的私人資產 活化成為安老政策任務的資源 當中也特別提及過 建議各國政府好好地去研究一下 如何好好地運用逆按揭這個計劃 有方同學說到逆按揭這麼多問題 原來致遠就沒有問題的時候 有方同學就跟我們講一下 為什麼今天這個方案幫不到這班老人家 再有那麼多位 像我們所說的 剛才有方同學說到好像只有千百元 其實不是的 千百元只不過是最低可以拿到千百元 如果你的資產值是可能去到二百萬 或者三百萬的樓宇 而你不是做終身按揭的 你可能做十年二十年 根據社聯報告指出 這樣可以給到一萬五元一個月老人家 能夠強化到公共財政政策的理念 才可以推翻今天的變態 有方同學一直都沒有講過 麻煩有方同學和我們論靜一下 多謝各位 謝謝 正方義父所有時間為三分零九秒 沒有過時沒有需扣分 接著有請反方義父準備好請向計事院時宜 四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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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今天有銀行的立場很古怪 他一開始主變劈頭 他跟我們說 人口老化很嚴重 所以我們要推易按揭出來 做一個安勞的政策 然後一副有跟我們說 那些公公婆婆很淒涼 我們不如幫一下他們 但我們看回易按揭這個政策 實際上是否正在幫助公公婆婆呢 其實政府正在做的是什麼 其實政府正在做銀行經紀正在做的事 就幫你賣樓 這是一個福利來的嗎 這是一個安勞的政策來的嗎 這是真的幫助公公婆婆嗎 我們今天看到人口老化是很嚴重 沒錯 我方都明白 但環觀世界這麼多國家 英國 法國 美國等等 都因為這些人口老化的問題 而付出更加多的資源 去完善化一些社會福利安全網 或者保障制度的時候 為何今天香港偏偏作為一個福利 福利城市福利國家的時候 反而是削減一些資源 那些公公婆婆婆說政府沒有錢 不如幫你賣樓 那你就有錢了 為何今天政府的政策 不會變得那麼縮骨 將政策推回公公婆婆呢 另外有一方學校一直在說政府沒有錢 我們幫政府省錢了 但其實是否真的幫到政府省錢 正如我方所講 美國房屋求城市發展局的報告告訴你 美國用了60億港元 是每一年在這個易按揭計劃裏面 套回來香港究竟幫政府省到多少錢呢 是呀 中共支出少了 但是易按揭的支出又加回大 到底是不是真的減到也都誠意 有可能也都沒有計算過數給我們看 好 接著有溫同學退了 幫不了公公婆婆不要緊 幫不了政府下次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甚麼 多一個選擇 我都知道多一個選擇當然好 誰不想選擇 但是今天有溫同學看不到便題是講庫英 政府的責任和角色都在哪裏 有溫同學沒有講過的 給多一個選擇 這些是私人市場來說沒有問題 但政府給選擇的時候 是否可以那麼隨便 不用看這個選擇究竟是否好 是否真的幫到公公婆婆呢 我們見到易按揭這個計劃 完全是幫不了公公婆婆的 不斷在蒸發他們的物業 100萬的資產到頭來拿到甚麼 40萬的現金 還要是每個月分的 只有1800元 僅僅夠戶口的時候 你今天還跟我說 怎樣幫到公公婆婆呢 你今天要公公婆婆 變賣了他們畢生的積蓄的時候 這個是幫公公婆婆 這個是福利制度 這個是安樂的制度 還有有可能沒有 其實呢 今天見到這個易按揭 根本就是對公公婆婆 百害而無一利的時候 政府是心知的 但今天政府心知的時候 只是見到要幫自己省錢 沒有錢 而不理公公婆婆 有甚麼壞處 就去推這個計劃出來 這是否負責任的政府呢 如果公公婆婆同意 然後政府又省錢 這樣推出的時候 有很多幾千個理財選擇都可以做的 那是否政府一一都做呢 買股票啊 整基金啊 都可能令到公公婆婆 萬年安運一點 那是不是政府又一一推出呢 如果是的時候 政府便取代了私人市場 那政府和一個銀行家 到底還有甚麼分別呢 還有想有方同學 確實質地回答我 你今天是覺得 給多個選擇就行了 不用你的選擇 好定壞 總之幫政府省錢 別人同意 政府就去做 這個是否一個負責的政府 多謝各位 反方二負送的時間為3分01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為台下發問時間 以後為台下發問的規則 台下發問者 須為該場參賽院校的隊員 對賽雙方各有三次台下發問的機會 質詢提問的對象 必須為對方的辯論隊 台下發問者 無權指定某一個人作答 每位台下發問者的發言時間為1分鐘 發問者須於計時如明鐘後方可開始 在法定時間完結前15分鐘15秒 計時如將明鐘一次 以時發問時間即將結束 在法定時間終結的時候 計時如會連續按鐘兩下 事意台下發問者必須立即停止發問 如不停止發言 主席將立即終止 任何一方在1分鐘內未能派出代表作 台下發問 當自動棄權論 除該對損失10分外 對方可以傳取該次台下發問答辯 分共30分 台下發問者須於1分鐘內提出問題 否則發問一方無分 對方無需作答 可得該題的滿分 如果任何一方提出抗議 評判有權各自裁決 台下發問者須於發問前 向主席示意 得主席允許方可發問 事意發問者如多於一人由主席決定先後 任何一方在台下發問之後1分鐘未能派出代表作 作答即當自動棄權論 計時緣會起45秒明鐘一下 以作提示 每對共有三次答辯時間 每次答辯時間為1分鐘 起發定時間完結前15秒 計時緣將明鐘一次 以事發言時間即將結束 起發定時間終結時 計時緣會連續按鐘兩下 事意辯論員必須立即停止發言 如不停止發言 主席將立即終止 起每次答辯時間 答辯一方只可以派出一個人發現 不可連續補充 同一辯論員不可回答全部3條問題 請各台下發問同學 在發言前出示該院校的學生證 以作識別 請問對賽雙方對台下發問的規則 有沒有疑問 首先有請正方同學作出第一次台下發問 請問大家 請問各位 又是政府无负责任 究竟将一个理论在哪里呢 我刚才不跟游方同学讲 先讲包底这件事 香港大学在2008年 就着逆案写所做的一份研究报告 报告里面的第十二页 第三点一一段 就引述了美国推行逆案写的经验 报告里面 白纸黑字这样讲 美国行逆案写十几年间 只有百分之一的国案 是需要保险公司包底 令到现时保险基金 滚传了一大笔存款 可以作未来不时之需 做了各位 今天现实的例子 外国的例子 明显就跟有方同学的推论 贵道而辞 我就想有方同学解释一下 这个资料 跟有方同学的推论 究竟的逻辑在哪里 多谢各位 报告同学请在一分钟内 派出代表答辩 来源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情形 排行 解体 我们请不吝点赞 外国的帮助 谢谢观看 詩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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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伴主席有方同學做錯各位 再次大家好 首先多謝有方同學的提問 有方同學先解釋一下 我們沒有說過 政府不包底就是不負責 這句話我們從來沒有說過 有方同學沒有混淆 有方同學的問題跟我們問什麼呢 美國百分之一包底 其實包底數目很少 就說應該會沒有事 剛才我方的副論頻道 已經覺得很清楚 我不介意再說多次 大家要分清楚 美國和香港兩地的房產 是有不同的 美國的房產在說什麼呢 收回一塊地 我們會收回家屋 家屋之後的地 我們的銀行或者地產商 可以再發展 但相比香港 香港收回什麼呢 收回一個單位的時候 你跟我說銀行 怎樣把單位很隨意簡單 就出售到呢 相比一塊地皮 首先這是第一點 第二就是香港的樓市波幅 對比起美國是否一樣呢 大家要看回 今天我們看到 原來2009年6月到2011年7月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上升了30點 香港樓市波幅起跌這麼大的時候 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今天會沒有問題 不會包製 是否就成立到呢 再者 今天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今天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希望三位評判有寫低了 希望三位評判有寫低了 就是有方同學說的兩個理儲 最重要的是第二個理儲 今天有方同學說省錢 我們不是說花了多少 花了多少 而是省了多少 才是今天有方同學要推銷的東西 今天有方同學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美國呢 是要花了60億的 有方同學覺得是沒有那麼多的 究竟有多少 省了多少 麻煩有方同學提出一個數據 一個論證 簡單答我 有還是沒有 有的 麻煩提出 就是這麼簡單 多謝各位 正方同學請一分鐘內派出代表答辯 夜派出代表vel 未來是博士 唉唸 照片 diagonal 退出來 大家 我們 Barton 比較達 點 兒 我們不是說 主席评判有方和我在座位大家好 有方和我问我们是问什么呢? 他问我们这个计划可以为大家省多少钱 根据香港统计处 现在的老人家一共有27个百分比有自治的物业 即是大约有30万人 这30万人如果全部都申请议案件的话 现在就已经可以为政府省到65亿 可能有方和我认为包底都要用60亿 省了5亿有什么用呢? 我告诉大家当你去到2039年的时候 这个数字估计就会涨到75万人 这个数字起码都多了一倍 有方和你告诉我们 省这个数字在哪里 而根据世界银行 刚刚我方已经说过的一个报告 也指出活化私人资产 那么多是活化私人资产 不是变卖私人资产 当作是有分别的 活化私人资产之后 去为大家整个安务政策提供资源 这个是全世界的大势所出 有方同学说的福利国家 英、法、美 这些全部都有罪计案件 请有方同学为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 多谢各位 有请正方同学做第二次图下发问 主义评判在座各位 今天有份同学跟我们说 逆案揭不好 逆案揭不好 但是究竟谁才有立场 可以说出逆案揭 是否他们自己 这是长者 他们自己的决定 我们现在想想 如果一个长者 他只能拥有自己的自住物业 他有两个选择 第一 他在一个未有资金流动者 去维护自己的晚年 生活 警方的时候 去变卖他的资产 那么他在想 他应该住在哪里 他会被人占卖资产 可以买给哪一个 还是他可以选择 住在一栋很有感情的楼 继续安却他的晚年呢 有方同学说 政府是否要去补贴一些股票 是一个投资 这个不是正正正不符合 我们在说的 安劳政策 有方式的逆案揭 为何给多一个长者的 志愿选择 不是一个好处呢 不如各位 大方同学 请一分钟内炮出代表发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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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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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对 对 对 自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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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们自己选 同意就可以了 有 aren 究竟是不是打抆今天的变题 今天说港府应推行逆案签计划 有 aren 计划应否被推行 因为不见了港府英 今天一个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呢 有 aren 没有说过 今天我们看到人口劳 一个负责的政府应该做的是什么 投放更多的公共资源 去蛇蝠正在安劳政策身上 有 aren 说老人家没有了 要是要撕子皮 要是要卖楼 要是申请逆案 其實再多一個選擇就是申請縱援 今天有本行沒有聽過 講了很多次 老人家自住的民業是不當作資產 所以他仍然可以申請縱援 今天我們的政府不應該為了減自己的開支 為了減縮數而要跟老人家佔了他們自己不生的積蓄 要一百萬變成四十萬 今天有本行是一個負責的政府 多謝各位 有請反方同學作第二次圖下發問 試咪 試咪 評估主席以及在座各位 方同學經常講到逆案揭點解是一個社會政策 為什麼要用社會資源呢 因為能夠幫助老人家安享晚年 我想問一個問題 如果老人家覺得買了一隻老人家保本投資基金 能夠為他每個月製造年金安享晚年 政府是不是應該為這個基金包底呢 從而令到那些基金慷慨些 派一些年金給公公婆婆 反正都有政府包底 這個是否政府的責任 麻煩解釋 多謝各位 鄭光請一分鐘內派出代表答件 試咪 試咪 有方投資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逆案鐵和這些基金的基本性的分別 正如我方主席一早已經講了 今天這個是一個財務安排 而不是一個投資產品 此其有 第二 今天有方同學講的 這些投資性並不是活化資產 我們今天講的是 這班老人家他們是有資產 但是沒有收入 於是他們需要透過一個財務安排 去活化資產 變成穩定的現金流 有方同學講的是 這班老人家本身有資產 於是他們拿自己的資產去做投資 而政府如果怕他虧的話 就跟他包底 兩者之間有根本性的不同 所以有方同學的方案是不應該做的 多謝各位 有請政方作第三次投資發問 主席 評判 剛才有方提出了一些其他的建議 例如老人家需要收入的話 其實可以找縱緩 但是其實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宇華表示 再加上官方資料顯示 都是說 其實液案結的收入是不會計算 入到縱緩的入息審查裏面的 長者申請了液案結計劃之後 有額外的收入 可以有多個選擇 可以有多了筆錢 有些什麼不好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他給這群老人家多了個選擇 多了筆錢 有什麼不好 有什麼理由是 有方單單計一計條數 說老人家 拿完十年二十年錢之後 在公安羅住到過了身之後 層樓的資產 就會蒸發了一些價值的時候 就放棄這一個 令到老人家的資產能夠流動化 能夠令他們有樓住有收入的計劃 多謝各位 萬方請一分鐘內派出代表答辯 你好 而且三個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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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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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說銀行應否推行逆按揭 銀行應該推行逆按揭 如果市場有市場的話 但是政府站去左邊 一個負責的政府是應該看看這個選擇 究竟合不合理 對公公無可有沒有好處 請停止發言 有請反方同學作第三次徒下發問 試麥 試麥 再再各位大家好 其實從來私人市場 都會看市場的狀況 去改變他們的產品 益安揭 好像有方郎所說 賺到65億一年之後 市場會越來越龐大 假設每一個合資格的人 都一定會參與 有沒有那麼理想 我就不知道 肯定美國的例子就是 合資格裡面只有5%的人 是會參與的 有沒有那麼龐大的數 我不知道 不過沒關係 有方郎覺得還有錢賺的 因為私人的商家 覺得有錢賺的時候 為什麼他們不自己搞的呢 為什麼要政府插水進去呢 雖然現在是賺到那麼多錢的時候 私人市場應該自己搞的 為什麼他們不搞的呢 因為本身就算我沒有政府的資助 他可以賺到65億的 政府直接不資助的話 60億的補貼都節省了 為什麼政府還要插水進去 不能由私人市場 隨著市場的需求 這麼大的龐大的需求 自己搞的就行了 為什麼政府還要插手 不抽到這60億補貼 由得自由市場自己走的呢 還是有方說自己的推斷 是錯的 市場根本不是那麼龐大呢 多謝各位 請幫助一分鐘內派出代表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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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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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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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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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另外一个 就是要政府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从来都不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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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就是 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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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就是 为了 为港部